明朝一共十六位皇帝,把他们的名字连起来读,将发现一个神奇的组合,我国古人的智慧,简直不可思议。 有些东西,他们究竟是怎么想出来的,明朝一共传了十六位皇帝,细读这十六位皇帝的名字,再将他们连起来看,真的会发现一个神奇的组合。 那么诸家皇子,皇孙的名字里到底藏了什么?朱元璋又为何要这样安排,欢迎订阅纵观千秋,与我们一起追寻历史的足迹? 乞丐皇帝,天命之子,明朝是真正意义上从底层崛起的朝代,这样的朝代只有两个。 另一个就是刘邦的大汉王朝,不过人家刘邦虽然地位低下,但是好歹也是个亭长,手底下也有几个兄弟还管理着一个村,而朱元璋就没有这么豪华的开局了。 朱元璋出生于一户贫敏,家里本来就没有几亩地,还要养活一大家子人,因此一家人的日子过得非常拮据,生在这样的家庭里,导致朱元璋并没有一个快乐的童年。 他在很小的时候,便不得不为了家庭生计而卖力干活,和村子里的小伙伴们一起,给村子里的有钱人打短工,麻绳专条细处断,厄运执着苦命人。 就在朱元璋一家为了生存而努力生活时,一场旱灾降临了,朱元璋家顿时陷入了窘境,既没有饭吃,也没有钱买粮食,当然也不是只有朱元璋这样,旱灾席卷了朱元璋所在的周县, 因此而死的百姓不计其数,伴随旱灾前来的还有蝗虫和瘟疫,他们的出现更是让百姓们叫苦不迭,当附近的草皮、树根都被吃完后,朱元璋的父母终究还是没能挺过这场灾难, 朱元璋的大哥也因为感染了瘟疫,扔下妻子和儿子撒手人寰,朱元璋和二哥草草埋葬了他们,开始思考接下来该如何生存,此时家里只剩下了不到十岁的朱元璋。 朱元璋的二哥还有大嫂和大侄子,几个人商量后决定离开这里,于是三拨人分道扬镳,各寻生路去了,年幼的朱元璋去给那些富商干活, 但是那些富商却昧着良心少发工钱,让累了一天的朱元璋吃不起饭,没办法,朱元璋只好来到了大街上流浪,希望街上会有好心人能救他一把,但是此时正是灾年, 人人自顾不暇,又有几个好人愿意帮助一个小乞丐呢,朱元璋实在是饿得不行了,他只好来到了自己小时候去过的黄爵寺,希望佛祖能救他一命。 所幸他真的活了下来,不过救他的不是佛祖,而是黄爵寺的高宾和尚,之后他便当了一个小和尚,只要每天都在庙里干活,就能有一口饱饭吃,寺庙里整天求佛拜神,但是满天神佛可当不了饭吃,整个寺院这么多弟子,每天的粮食消耗量也是非常惊人, 旱灾刚一开始的时候,寺庙里还算是香火鼎盛,人们为了求佛保佑,都涌到寺庙里来烧香,顺便给些香火钱,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,人们发现,佛祖并没有为他们降下好运,因此来的人越来越少了,而且随着粮食的消耗,就算是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。 为了自己的生存,这些善男性女们也不在施舍香火前,寺庙的运作也出了问题,为了保证老僧人们的正常生活,庙里的方丈,只好将这些年轻的和尚们派了出去,让他们云游天下,到处化缘,也正是这段经历,给朱元璋之后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影响,朱元璋云游天下,将附近的几个省都转变了。 在云游之路上,朱元璋第一次接触到白连教,朱元璋回来之后,他的家乡也出现了抗原义军,当时,他童年时的伙伴也来邀请他,一起加入抗原大军,朱元璋来到军营后。 他的天赋就表现了出来,他带兵打仗敌,却是一把好手,还得到了起义军首领的重视,朱元璋的崛起之路就此开始,先是有了自己的势力,然后就脱离了起义军的大部队,带着自己的弟兄们另起炉灶。 几年之后,朱元璋的军队已经成了这片区域战斗力最强的部队,他们消灭了附近的援军,将他们赶到了北边,后又消灭了自己的同行,成为了独一无二的皇帝。 朱元璋在南京称帝之后,派出大军进宫园大都,将成吉思汗的子孙赶回了草原,他还收复了丢失四百多年的燕云十六州。 建立了统一王朝,朱元璋这一生,小时候是一个快要饿死的小乞丐,长大后却成为了一个开创数百年王朝的皇帝,明朝大运,百年兴衰,无论朱元璋这一生有多么神勇,人的寿命也不过是短短数十年, 为了朱家王朝的稳定,朱元璋也是费尽了心思,在古代有一种武德始终学说,这种学说的主旨就是,天地之间万物都属于五行,而五行之间相生相克,为了维持稳定或者为了改变,必然要根据五行来判断,五行之中以木为始,木克土,土克水,水克火。 火克金,金克木,这就是五行相克之理,而五行之中还有相生之理,木生火,火生土,土生金,金生水,水生木。 世间万物都遵循五行相生相克的道理,元朝的元字在五行中为木,而为了克制它,必须有火,再加上朱元璋曾信奉白连教,因此取一个名字,古人都是用火来照明的,因此名字属于五行之中的火形。 而后来满人灭明朝,他们舍弃了传承数百年的金朝之名,改成了清朝,很明显,金朝一定是金形的。 而火克金,如果不改名的话,反清复明的行动很有可能会成功,然后明朝复辟,为了克制明朝的火,满人选择了水行的青字。 建立了清朝,这就是根据五行相生相克而来的武德史中,朱元璋在为自己的儿子们取名时,也曾询问过身边那些有学问的人,朱元璋就从他们那里学到了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,朱元璋就定下祖训,朱家后人取名时,也一定要遵循五行之法,前一任皇帝要生下一任皇帝,因此明朝皇帝们的名字,都是根据五行来取的。 从朱元璋开始,十六位皇帝的名字分别是朱元璋,朱允文,朱蒂,朱高赤,朱瞻基镇,朱其玉,朱建深,朱有堂,朱后赵,朱后总,朱宰后,朱由孝,朱由简,我们都知道,朱元璋原名是朱虫吧,那么他这个朱元璋的名字又是怎么起的呢? 朱元璋的朱字谐音为朱,指朱沙,张是一种锋利的兵器,于是朱元璋名字的意思就很明显了, 就是指一把朱沙元朝的利刃,数金形,但是金是刻目的,这是怎么回事? 这其实是因为朱元璋起名时还没有这个规矩,这规矩是后边才有的,包括朱元璋的长子,长孙,其实并不是朱允文,而是朱雄英,朱元璋给第一个孙子朱雄英起名时也没有这个规矩。 而从朱元璋的敌长子朱镖开始,之后的皇帝们一个个就全都是按照规矩来的,朱元璋的儿子这一辈,朱镖,朱爽,朱刚,朱蒂,很明显是木形,木生火,所以他们的儿子应该是火形,因此朱镖的儿子们叫朱允文,朱允通,朱允坚。 但是朱镖早逝,朱元璋并没有将皇位传给其他木形的儿子,而是直接传给了孙子朱允文,朱元璋死后,朱允文的四叔朱弟起兵造反,从侄子手里夺走了皇位,朱弟虽然是夺权,但是该有的规矩并没有改变,因此他的儿子们叫朱高赤。 朱高旭,朱高岁都是火形,朱高赤登基不到一年就与世长辞,他的儿子朱瞻基即位。 火生土,而朱瞻基的基正好为土形,朱瞻基的兄弟们名叫朱瞻郡,朱瞻雍,朱瞻银,朱瞻善,很明显都是土形的,由此我们就基本可以断定明朝皇帝们的名字,确实是按照五行来的,朱瞻基之后,土生金。 因此,下一任皇帝是朱瞻镇,但是由于朱瞻镇在位时发生了土木宝之变,所以朱瞻镇的下一任皇帝并不是他的儿子,而是他的弟弟朱瞻玉也是金星。 然而,朱瞻玉天生体弱多病,他死后,皇位又落到朱瞻镇手里,朱瞻镇死后,长子朱健身即位,便是金生水。 朱健身死后,朱有堂即位,便是水生木,朱有堂死后,朱后赵即位,赵自属火形,便是木生火,朱后赵在南巡时不慎失足落水,三十一岁便驾崩了,而且没有留下子嗣,按照朱元璋留下的祖训,这时候应该由朱后赵的弟弟继位,因此朱后赵的弟弟朱后总即位,朱后葱的儿子朱仔后即位,便是火生土。 朱仔后死后朱义军登基,便是土生金,朱义军死后朱长骆即位,便是金生水。朱长骆死后,是朱由孝和朱有堅即位,便是水生木,闯往李自成,攻破北京城。 朱有堅吊死在歪脖子树上,明朝到此结束,从木而始,到木而终,至于后面的南明政权,是反清复明组织,就不算在明朝的正统里了。 明朝1368年开国,1644年灭亡,按照五行轮换,共传十六地,历史276年。